好那么我想问一下问题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他买了保险以后 他拿的也是很好的补助吗 还是这些东西 但是他因为一次大病 就导致保险公司 或者是付了很多的钱 这种情况他会不会涨保费呢 因为有了那个保险计划的话 他是按照你保险期 要自己就是out of pocket 或者你这个每个月的金是多少 所以呢不像以前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买保险 那如果你生病的话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 你是不会被涨的 对 你只要计划是先选好了 对吧 好的